大S和汪小菲的離婚風波延燒至今仍然話題不斷 前前汪小菲來台與家人們見面 雙方戰火看似稍有緩和 但大S近日又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汪小菲的750萬財產 讓汪小菲只好先拿出165萬單保金 而昨晚汪小菲在直播帶貨時 突然情緒激動狂飆髒話 讓一旁的助理一臉尷尬 不斷提醒他要正能量 最後還把鏡頭帶離現場 讓網友們不禁懷疑 汪小菲是不是又被刺激到了 不過今日汪小菲卻在微博發文替大S發聲 原來是最近路網上流傳 大S在離婚前就多次用IG小帳 到劇軍頁的貼文下留言 引發眾多網友議論 再度指控大S婚內出軌 然而這次連汪小菲都看不下去了 親自跳出來說 他不能被你們說成這樣 他是個好人這幾年我知道 也請大家別再關注他們了 雖然貼文發出後就火速刪除 卻被廣大網友們截圖瘋傳 不少人感動 良人之間還是留有昔日情依 不過也有人表示 王小菲的發文怎麼像在打自己的臉啊 再加上前一晚又情緒失控 要不要考慮一下心理治療呢 要嚇什麼 去那兒子 不行我控給一下 去那兒子 控給一下 什麼 早夜 來來來來 ü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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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 szyü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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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 感谢观看